已经有200天了 这200天里我们目睹了饥饿饥荒的蔓延 医疗系统的瘫痪 无辜生命的消逝 上百万民众在死亡边缘的绝望与挣扎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延续冲突辩护 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杀戮平民开拓 国际社会必须汇聚一切努力 缓解灾难 拯救生命 平息冲突 我讲三点 第一 我们对加沙人道灾难持续恶化深表关切 安理会第2721号 2720号和2728号三份决议 国际法两份临时措施命令 都明确要求扩大加沙人道准入 但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人道物资准入仍然面临种种人为设限 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必将造成更多贫民因饥荒和疾病死亡 我们敦促以色列开放所有陆路过境点 保障人道物资快速安全大规模进入加沙 保障人道物资在加沙境内安全有序 分发至最需要的人手里 我们期待卡格高级协调员设立的机制 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减少和消除人道物资在进入加沙前 和进入加沙后遇到的障碍 以色列因为包括卡格高级协调员在内的 所有人道机构开展工作提供配合 第二 我们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继续发挥作用 保障人道机构开展援助是占领方的责任 饥饿不能被武器化 救援不能被政治化 由科隆纳女士领导的独立审查小组已发布报告 指出工程处多年来设有大量健全的机制 确保机构的中立性 确保机构能够及时对违规行为 做出反应和追责 并且数量远超联合国其他机构 至此 关于工程处中立性的争论应该告一段落了 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尽快恢复对工程处的供资 不要再利用任何借口 对加沙民众实施额外的集体惩罚 以色列对工程处提出严重涉恐指控 但至今没有分享任何证据 我们对此表示关切 中方重申在没有切实证据的基础上 对工程处恶意攻击 甚至对整个联合国系统进行不实指责的做法 不可接受 第三 我们再次呼吁安理会推动加沙 立即实现停火 六个多月的残酷现实充分表明 炮火之下的加沙 没有开展救援的条件 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明确要求加沙停火 具有不容置疑的约束力 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之行 我们对以色列近日对加沙的频繁轰炸 表示严重关切 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加沙的全部行动 放弃对拉法的进攻计划 对以色列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应秉持公正立场 为实现停火 发挥积极作用 中方也支持安理会 为确保决议的落实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谢谢主席 I thank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for their statement and I give the floor to the representative of Sierra Leone Mr. President I thank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